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到一 终于说养肝啊 那这两个时间 你为什么 这两个 这两个终子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养 肝到目前没有处方 所有得妖乎那个处方 电视上广告的 这一匹家的饮料叫做片树 两个处方很简单 一早点睡 然后 哦 又有氧的运动 两个最简单的理由是这里 以至于有一天 我们不进汗的时候 才去找处方 几乎都上当了 我说 黄德德 爸爸 教授退休 讲说教授应该很早远啦 好 也很笨啦 生命都很笨 到庙里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阿伯 我看你胖不好 你才知道 抱着面子 坐在那边 有啊 你要跟我来喔 也跟人家去 买了一台药酒回去 他光是看到 问他多少钱 五十万 那后来 赶快飞车从台北赶到苗栗 把那个印章带走 除去布带走 以后你钱找我 还有他有问他爸爸 买回来之后 有没有喝 爸爸说买回来 我就清醒了 没喝 没喝钱已经被拼过了 病情乱投赢你知道吗 只要病情 每一个人都这样 那个智商就不见了 乱投赢了 就行 对不对 这个时间做这件事 不对啊 可是你把它控制啊 你把它挪开之后 然后去做别的事啊 然后在那个时间 再做这件事啊 这个时间笑说 你爸爸妈妈 对啊 可是当有一天 木屋馆的时候 你该告诉别人说 我要笑说 爸爸妈妈妈 不对啊 我们常常让那个时间 挪移十年 胜过更久 本来幸福在这里 你在这边看到 你就看到不幸福了 对不对 健康本来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三十岁的时候 然后你每天运动 然后你到四十岁 跑着健康的机会 会不会比较大 会啊 可是你在七十岁来 你一直劝人家 我说你哦 健康好重要 到八十岁又去人家 我告诉你 有命好重要 嗯 看起来他好像 开四对不对 都懂了 都不懂啊 人到七到八十的时候 才知道这些东西 太直了 本来十一到一 这个是你 你该懂的啊 这个那个时间 你说我有浪费 没有啊 我十一点睡 我应该是五点 我六点就会起来了 睡了的时间 不会浪费掉 因为人都该睡了 我把一天的时间 一定简单就 不分就必要都不必要而已啊 这是必要 西藏的必要 就你把必要的拿回来 然后守住 它应该就会给你幸福啊 不是吗 对不对 我现在我要用餐 我要跟我的家人用餐 我要跟我的家人开心的用餐 那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幸福厨房吗 就本来幸福可以这么简单 对不对 他说我要 我要跟我家人用餐 然后我就挖一点点心思 我买了一条鱼 我切片之后 我才用刀子画了几刀 我撒了胡椒粉之后 然后我楼上有一个不停花园 我捡了一节的薰衣棗 插上去 女儿就说 今天还能放给你六星期 我听他就好幸福了 可是我只是简简单单做一件事 对不对 因为我那个吃饭是必要的 而且这一餐一定要吃啊 而且这一餐他们都要回来吃啊 我为什么不把这一餐弄得好好等啊 所以我的幸福就在当下 很热的天气 像这几天你不要看下雨 这好闷热 对不对 我一直倒汗冒汗 你不觉得那个倒汗冒汗 那时候全身淋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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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福 搞不好你好好洗一次 然后我们都没有遇过 我们要不要让自己的那个幸福 然后那个美好的嘴巴 就在咫尺之间 所以浴室对我来讲很重要 但我用的很重要是因为 我看到欧洲的美 其实就来自于这些小市的美 比如说笑话差 小市啊 那我们家浴室要很大 小市啊 他们的浴室差点比客厅大啊 当然说那浴室里头 如果家里人帮了多好啊 那个就幸福了 所以人家的幸福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单纯 我们还想到好远啊 好像要跟大师然后来开事 我才会知道幸福是什么 没有啊 就每一个当下 就那一天你要做做到最好幸福啊 对不对 我希望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能够做到好 那那天晚上你要睡就睡得很幸福啊 你知道我们每天的睡觉大概都会经过三个阶段 熟睡 浅睡 书醒 熟睡很重要 十一到三 可以要熟睡 你只要熟睡的四个钟头 你真的熟睡了 你也许睡五 睡六 睡七 大概都想等 因为你有熟睡嘛 你为什么需要熟睡啊 因为你早上已经七一万进了 你在报国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体力通常每个人都不加 不是因为你很忙碌才不加 四到六个钟头是你的顶点 就大家每天很努力的忙大概六钟头差不多了 可是六指头应该不是我们 是年轻人 我们是四 七一万进 我们要经过一道手续去复原 那道手续最重要的就是睡觉 这晚当当然要熟 该睡啊 该睡就睡啊 你为什么要烂过 所以我大概是中五十二点 但除非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天到我去喝咖啡 车点以后不喝咖啡 为什么 影响到我的睡眠品质 如果影响 然后我隔天可能睡得不好 我精神就不济 我又要喝咖啡 终往复始对你不利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要让你的工作 然后变得很有效率 你知道吗 你如果每天睡足四个钟头 然后起来之后你告诉我 你汹汹有神 你的工作叫做效能 你的效率好像是别人的1.76倍 你知道何为1.76倍啊 你坐两天人家坐上天 你比较好 如果你坐两天人家坐上天 你还比较好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有一些余裕的时间 可不可以 你就可以做自己啊 你刚好有一个时间 你就可以有空档 如果说你的礼拜六 跟礼拜天都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睡觉时间或补眠时间 你不是啊 你可能可以爬山啊 可以塑溪啊 可以去泡野兮温泉啊 多好 那个就是你的幸福处方 好好睡吧 好好起床吧 白天的责任跟晚上的责任不一样 如果你的白天责任跟晚上责任 没有做得很清楚 一定会非常幸福啊 白天一定叫忙啊 没有白天叫闲啊 黑夜本来就叫闲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白天还好忙啊 你跟人生和我的人生一样 一定是周老故事 我的黑夜为什么珍贵 因为我知道我明天好要忙啊 所以黑夜珍贵啊 所以我希望我的黑夜是有门的 然后有月的 我可以在门然后亏月的 它叫闲啊 闲才能够度于你啊 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机会 隐私会也在乎 那种之外对我来讲 幸福的事啊 我非常在乎吃饭 为什么 因为我会已经清楚知道一件事啊 人是靠吃饭的那些养魂 然后去提供我们的干练去 我们可能是一幕好车 可是我们需要加油 食物是一幕 所以我才刚刚到菜市场去买菜 我才知道菜价的寒糖景 我不认为说 你在某个地方可以买一个面汤50块 不可能 如果你告诉我那是鸡腿面汤 你更不肯 可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地方 那会钱啊 在你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上 省钱啊 你怎么会幸福呢 不会幸福的 有人告诉我哪有钱啊 有啦 要回一回回去 把衣服挡开 然后看一看 会不会把衣服混成两粒 有酸跟没穿 再把没穿 分成两粒 会穿跟四叶不穿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的很有钱 你知道那些钱可以做多少事吗 你要不要再去检查后养改 有个专家讲过后养改 如果放了一样东西 超过三个月的话 请你写两个字叫废物 我们买很多废物 可是我们在食物上 斤斤鸡腿 对不对 我们要斤斤内多 然后不敢买 可是因为我到菜市场的时候 我有买过鸡腿 如果你买的是鸡腿饭 我来告诉你 我买的鸡腿多少钱 那一只鸡 可能本来应该养九个月 它只养了三个月 可是它鸡腿还要140 因为它曾经是活的 如果你告诉我说 那一只鸡是放三鸡 虽然那个放的不算太深山 很浅 180 有验证 有盖商标 某个冬场出来 260 对不对 我看有买过鸡腿 应该知道 对不对 躺起了 你怎么那个鸡腿 没有当50块 有鸡腿也有鲁蛋 还有加三碟小菜 应该有饭了 50块 你确定那个是鸡吗 是真的鸡 还是病死鸡 有一天我到排场去演讲 我觉得 那个鸡的来路应该不明 因为那个 那个鸡腿之后 我一上车 他为什么 一看到我车 就知道 他应该跟我讲鸡的事 我看起来也那么丑 不懂鸡吗 他一直跟我讲 他说我可以讲 我一个朋友也是开机轮车 他现在比我好算 他就跟我讲说 我可以讲 他说去哪边载什么 他载鸡 他跟我讲说 那个鸡就是病死鸡 然后从A点 到B点 本来是应该要载到某个地方 可能要回收 可是他通常会开错路 本来要开这里 开错路 某个地方去交货 据说那个地方叫夜市 然后你就会买到那个香蕃蕃的烤鸡腿 三十块的 五十块的 三十块或五十块的鸡 他要不要产品 要吗 那他要不要有利润 要吗 如果他有摊子 要不要注尽 要吗 所以我的数学不差 他想说五十减二十减十五 减三减六 我讲到最后 我发现那成本应该两块 才合理啊 对不对 因为我有利润啊 两块的鸡腿 好好想想吧 我只要吃到肚子里的 当然因为我的标准 我也不认为 我每次找到都是对的 只是我尽可能 因为我觉得说 那个东西我要吃到肚子里的 有没有可能 然后我找到一个 为了一个幸福 为了一个幸福 我们多久其实 没有一些嗅觉啊 味觉啊 听觉的幸福 我们忘记了 我们哦 都是来听 有时候你要不要花一秒钟 想来听到哦 有没有听过什么 很少 八里头打开电视 然后就看到一群 鸣嘴的 然后 胡也乱了 那应该是噪音了 对不对 然后 九点之后 据说那种神 对不对 因为他们会穿梭时空 到外配空去 好 好像你的听觉 没有善用的 可是我的听觉可以听到水声 听到海淘 然后听到乐音 听到牛夜景的音乐 这个听觉 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